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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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们没见过的虫子很正常 我刚看到的时候也有一点害怕 但想到你在身边就似乎 就没那么怕了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消灭了 这么想想 是不是就不觉得可怕了 季童 丁道还有动作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活动的公平 岛上遮蔽了无线信号 林大海不像我们 有特殊的加密传输管道 它的平板应该连不上网 你在这里别动 随时准备报告总台 林大海 是你 我还以为砸碎终端之后 应该不会有人能找到我 之前偶遇的时候 你说你和那位小姐是来调查案子的 现在看来你们是来调查我的吧 我们对你并没有恶意 林大海 我们能猜到你此行的目的 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没必要选这种对自己最不利的 你说得真漂亮 我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该不会是阎为让你来的 是阎为 他当你是亲兄弟 他不想看到某一天 你成为他征讯事理的嫌犯 林大海 如果你决议当年的案件 我可以帮你调查 我以自己资深律师的荣誉 向你保证 如果案件真有冤情 我一定让法律还你公道 那年 我爸刚贷款买了新渔船 他离开前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这次一定能补到更多鱼 但他一出海 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妈本来就有病 那之后不到一年 他就去世了 我为了查出真相 就假借采访案件的名义 到监狱招动河川 连续探监三年 我假扮成崇拜杀人犯的粉丝 奉承他 讨好他 等到他快出狱了 我才终于获得了他的信任 从他口中听到了 我父亲遇害的真相 律师 你知道吗 在他的口中 害死我父亲只是他众多战机中最不值得炫耀的一件 如果不是因为和他心心念念的黄金有关 他恐怕都不屑去记住我父亲 律师 你能明白我当时的心情吗 大概明白不了吧 劝人宽恕的话谁都会说 你和盐队都是这样 林大海 我之前说是来调查案件的 并不是骗你 言对他也不是不顾你父亲的冤情 让你忍气吞声 既然董河川承认了 没用的 你觉得 董河川还会再一次承认自己杀了人吗 他不会的 而且他也说了 岛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指证他的证据 这也是他炫耀的资本之一 所以 我只能亲自复仇 有什么后果 我都愿意承受 我获取董河川的信任后 他告诉了我当年的埋藏地点 让我替他来拿那些剩下的黄金 就是这个隧道的尽头 我和他会在那里见面 黄金 你怎么确认黄金就在这 董河川当年 都没向警方交代黄金的下落 怎么会这么轻易和你分享秘密 你是担心他骗我 想多了 我很肯定黄金就在这里 而董河川也一定会来 你一看就是个常年做办公室的 体力伸手都不如我 但你如果一定要阻止我 我也不会伤害你 毕竟冤有头债有主 我只针对董河川 董河川这个罪犯 穷凶恶极 老实说 我没把握能赢他 如果你再设法阻止我 或许等下死的人会是我 怎么选择 律师 你自己衡量吧 那你怎会遮住我 如果你再生事 我就要讲 你自己衡量吧 你自己衡量吧 那你懂什么 我看你 你是自己衡量 你自己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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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衡量 你自己衡量 但你自己衡量 我希望你能不能够 那你不过 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衡量 怎么能够 那你很想 你一点 你管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山洞的位置在地图上十分明显 看上去不会是警方撒网的盲点 所以你就怀疑是董和川在骗我 没错 你看上面 这是 董和川说 当年埋藏黄金的人其实是犯罪集团的二当家 那个人虽然是个抢匪 但也是个文艺青年 他偷偷藏了黄金之后 竟然还编了一套谜语 只是黄金的下落 那条谜语被写在了羊皮纸上 董和川在来之前把羊皮纸卷给了握 而这个山洞正好符合谜语的描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所说的名语 是董和川给你的吗 说得精准一点 是我自己发现的 你自己发现 你应该知道的吧 监狱里要求犯人们 每周都要手写读书笔记 所以董和川 有一个软皮笔记文 而我呢 外出采访时也不用电脑 一向用手写 记下新闻素材 我有一个和董和川 一模一样的笔记文 是不是很巧 恐怕是 人为制造的巧合 你很聪明嘛 难怪年纪轻轻 就是资深律师了 没错 我偶然发现 董和川的笔记本后 故意买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 我想找机会 把笔记本调包 看看董和川的笔记里 会不会有我 父亲遇害的线索 然后 你在一次采访中 调包成功了 没错 这道谜语 就是我在董和川的 读书笔记里发现的 你能想象吗 董和川在入狱之后 居然一直在研究 埃及的死者之书 而他在读书笔记里 写得很清楚 下落不明的黄金 可能就埋在 谜语所示的位置 那你们是怎么结盟的 董和川会愿意 和你分享黄金 他不同意又能怎样 我已经知道 这个谜语了 我甚至还查阅了 诺斯塔岛的资料 锁定了几个 可能性最高的地点 我们现在所在的 这个山洞 是董和川在笔记中 也推测过的 所以 你认为这里 就是谜底所在 是的 刚才我进来之前 还特意又对照 死者之书确认了一遍 就是这里 如此一来 要么董和川 跟我一起分享黄金 要么 我把谜语的答案 告诉警方 举报董和川 隐瞒黄金下落 这样的话 他的刑期 可就要延长了 黄金也会被找到 上缴国库 林大海 你也太容易上当了 你什么意思 犯人们的读书笔记 每周都是要上交的 如果董和川 真想隐瞒黄金的下落 他有可能写在 读书笔记里吗 什么 你复仇心切 竟然忽略了 这么简单的一点 我怀疑 就连你调包笔记本 都是董和川 故意设计你的 你自以为是一名 狩猎狐狸的猎人 却不知自己 早已落入狐狸的陷阱了 但 但是谜语一定是真的 董和川学识不足 他 他编不出这种谜语 他不会拿黄金当诱饵的 黄金是 alternative 如果他继续 dû 找 律师 救我 邀请 赶紧 不许动 否则我会再开枪 林大海 你还好吗 好痛 应该是贯穿伤 但战时没有生命危险 你不要慌了 很痛 好痛 好痛 水 看看 所以 monsieur 是 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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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好你没事 幸好 万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是你 怎么没去休息 还在内疚前天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及时将林大海算到营地救治 全靠你在外接应 山洞里全靠手电筒照明 山洞里全靠手电筒照明 当时王贤又拿着枪 如果你在我身边 我恐怕很难 没什么 没什么 有些人 有些事 越在乎就越无措 就无法坦然处置 总之你不要自责了 也不要让我担心 那就来看看这个 是一条古铜前制作的项链 王贤遗落在山洞里的 林大海的母亲 曾经给她父亲编过古铜前项链 你看这里 这枚铜前的图案 是不是很眼熟 这条项链 应该就是凶手 用来谋害林剑的凶器 这条项链 是另外用线绳绑在项链上的 很可能 这个木牌 原本并不是项链的一部分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看材质不像是丝线 更像是一种布料 更像是一种布料 这是多少 明天白链 人的文字 也义得很难熟 在名词上 圆充里面 尽力 尽力 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什么要害我 也许王贤和你一样也是被董和川利用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听说那个王贤是个心理学家 董和川一个没读书的强匪怎么可能 一个能从犯罪集团内讧中活下来的人 任何人都不该侵蚀他 先不说王贤了 他那边自然有人盯着 你看看这个 是不是你父亲的 你看看这个 是不是你父亲的 我父亲的项链怎么会在这里 王贤逃跑时 和手枪一起落在山洞里的 初步判断 这应该就是谋害你父亲的凶器 可是他为什么会在王贤手里 难道他才是真凶 这也是我们想问王贤的 黑线 不对啊 我母亲当年给父亲编项链 用的全是红线啊 只有红线才有消灾其福的作用 林大海 你介意我们把项链拆开吗 这律师 你之前说 帮我调查案件真相 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 那我来拆吧 母亲编绳结的手法我也会 这样拆开可以不损伤绳结 等下还能再编起来 我听过一种说法 我听过一种说法 把图腾编入护身符的挂绳里 就可以获取图腾上的神力 他竟敢 竟敢再害死我父亲后 还把他们肮脏罪恶的图案 编到父亲的项链里 别生气 你往好处想一想 这正好可以当作指证董和川的证据 你再看一下这个木牌 它是项链原本就有的吗 不是 这是董和川的东西 我见过类似的 在董和川的手机照片里 我在采访的时候 得知董和川有收集小东西的爱好 就去问了他 一开始 他说是他小时候家里穷 所以看到精致的东西就喜欢留起来 每一件收藏 他都会自己刻一个编号挂在上面 免得弄丢之后找不到 等到后来我和他混熟了 他才偷偷告诉我 所谓的小东西 其实都是 都是被他谋害的人做携带的随身物品 不止那些小东西都是他害人的凶器 我曾向狱警申请查看过董和川的手机 在里面见过类似的照片 有的是小玻璃瓶 有的是老式的刮胡刀片 每一个上面都有类似的木牌 我不是没想过向警方告发他 但照片中的东西早就下落不明了 而且 董和川也可以说 什么凶器编号之类的 是他给我编的故事 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才想要自己亲自复仇 我来之前都想好了 杀了董和川 我也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 我才等到妹妹结婚之后再动手 这样 就算我以后不能照顾他了 他也有可以依靠的人 霍兮服所以 董和川利用了你 却也让你因此 没有做出无法挽回的事 你放心 回国之后 不会有人追究你的 味道 至于董和川 至于动河川 谢谢你们 真的 谢谢你们 好了 话说了不少 你也该休息一下了 我去叫医生来给你检查一下 如果你身体情况允许 我们就尽快返回大本营 等到了营地 也许我们就能见到王贤和董和川了 以及 动机存疑的甜语